刚才那个广东话时间呢 提到的有关于这个卫生部啊 发出的一个提醒呢 尤其是提醒这个家长的朋友啊 要注意这个小孩 真的别去接触一款 这个一个洗碗机的清洁剂的花球 详情呢跟大家现在再来说一说 那么这个洗碗机的花球 我们看到的一个照片上显示了 那么这是一个浓缩的产品 因为这个花球的外观呢 非常之这个好看 尤其让这个小朋友一看呢 都觉得是糖来的 因为这个里面呢 它是常有的这个高浓缩度的 一个清洁剂在里面呢 我们看到放在水里面一搅呢 就会这个清洁剂就会出来了 有哀了啊 对了 但是小孩看见之后呢 很容易把它进行这个吞噬 一旦吞噬里面这个清洁剂散发出来呢 就会导致呢 这个小孩子染病的 那么会出现一个相当严重的这个症状呢 那么小孩子通常呢 会发现头痛异常啊 呕吐啊 以及呼吸困难等等 目前呢在美国呢 5月份呢 发现了有250多宗类似的这样的这个事故 那么另外呢 到6月底呢 这个事故呢 已经猛增到了1000多宗 幸好呢 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发现这个导致丧命的这个情况 出现了这个不幸中的大幸了 那么所以呢 提醒大家呢 在这个如果家里面已经购买了 这种这个清洁剂的花球的话 当然了 没有小朋友的家庭应该不用担心了 如果有孩子的这个家庭呢 千万要留意了 把高点 把高点 摆到这个小朋友呢 不能够拿到的这个地方 那么是最安全最可靠的 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登录到 卫生部的网站 或者说已经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 赶紧呢 跟这个家庭医生啊 或者甚至是跟警方来取得联系了 在这边